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亚勤 欢迎您收看今天晚上的年代晚报 我们要讲的真的是开战了吗 美国轰炸了叙利亚 而在台湾有关于金卫TDR的部分 真的是战火激烈 我们要讲的是 美国轰炸了叙利亚的IS伊斯兰国 应该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吧 很多人都说不会了不会了 但是你知道回教国家会有什么样的演变 而且伊斯兰国就在叙利亚跟这个伊拉克当中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跟大家来讲讲 今天国际股市的反应 你可以看到就是在今天 就是CNN最新的画面 真的是战火纷飞 这就是整个炸下来 包括炸下来之后整个的状况 那么攻击的是叙利亚境内的20个地方 但是这20个地方状况会如何 会不会有平民受伤呢 可是我们在台湾我们也要讲 我们跟大陆之间 算是慢慢的走向和平的道路 可是我们要问的是 谁放水中国船来到台湾 这个消息就是真的是很夸张 我们现在呢 服帽都还没有签好 货帽也没有谈好 怎么可以说有人放水 在这个一天之内就跑完所有的公文 而且更奇特的 就是在消息传出来之后 谁在今天突然的一天之内就喊咖 本来说是27号要进到台湾来 现在应该不会进来了 可是我们来看看 大陆来台湾的中国车 大陆来台湾的中国船 都是同样的 都是我们媒体在后知后觉之后 给大家报告之后呢 发现911已经有车子偷跑了 发现927要闯关了 现在又没了 有关中国车中国船的234 是什么样的情形 还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陈菊在后天要遭到约谈了 陈菊要遭到约谈 那有人就说跟气暴有关 可是跟气暴有关 这个问题又在于说 那到底如果说这个气暴 他要被约谈 马总统要不要被约谈 之前相关的其他的这个灾情 要不要被约谈呢 我们再来看到今天这个新闻重点 还要来告诉大家的 刚说最新的发展呢 就是在京卫的这个部分呢 京卫今天最新的发展 包括了去踢管 包括了就是一股位啦 连胜文到底有没有卖 京卫的这个股票 你可以看到呢 京卫卖股的这个怡云呢 今天可以看到大家说 这整个的当中出现了两个状况 一个是有人评爆料 一个是大关评护航 现在看到在今天 连胜文总部的踢管 踢管是谁 就是王毅凯嘛 王毅凯他今天怎么讲 他说他坑杀散户 外资卖光 你说你没卖 可是外资卖光了 四万多张卖成了七百多张 请公开京卫持股 公开对账单 这个是他咬连胜文的 而且他报说 连的基金 也就是Evenstar 香港的这个基金 操作基金 Evenstar 还持有六点八四%的金卫 但是我们知道 连胜文自己承认 他有这个金卫八百一十张 所以我们不知道 这应该是两笔吧 因为Evenstar 连胜文只是股东之一 不知道他占多少股份 他是股东之一 可是连胜文个人有八百一十张 八百一十张是多少% 现在没有算出来 那我们另外再来告诉大家 大家又说 连胜文怎么做 他也是很冤枉 就说有人故意给他po出来 说抓到了野生的连胜文 在那边walking stay 其实我是觉得说 人家这样子po上来 又不是连胜文自己po 就算是连胜文阵营po 有什么关系呢 人家真的在做walking star 我感觉那不是大事 大事就说到底能不能讲清楚 而且连胜文他也说 如果我有卖一张股票的话 我就退选 现在大家就讲说 你有没有卖 其实说真的 他有没有卖这个股票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除非说你在买这个金卫的TDR股票的时候 你是不是担任这个可以说呢 这个银行的董事 因为那个时候你发行他的TDR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金卫有一个无姓的代理人 就是某一家电视台 数字的电视台 不是我们异电视 数字的电视台 在二月份就报说 有一个无姓的金卫代理人说 可能因为选举的因素 连胜文已经把股权卖掉 什么时候脱手必须确认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 今天事情就大条啊 昨天连胜文回应说 我个人跟太太有卖一股 我就退选 但是大家知道这个美感 我一看就知道 你个人没有 可是你所持有的香港的 Evenstar基金 有没有卖呢 那是another story 对不对 可是他讲出来之后呢 刚刚傍晚的时候 金卫有一个最新的声明澄清 他说无姓代理人 从来没有接受媒体访问 你媒体是乱报的 主管跟网站 从来没有对个别的投资人股票 进出买卖做出评论 所以这个到底是护航还是切割 可是我们知道 之前有一个金卫的 无姓代理人说 他已经卖掉 这个事情 他们已经郑重的否认了 那我们来看到 在这里面 官方的角色又是什么 到底有没有卖股 大家眼尖嘛 说 金卫的大持股人 只有看起来是一个人嘛 102年 这个人持有905张 103年 这个人持有810张 如果这个810张是连胜文 之前那一个人是谁 难不成那一个人 那一个人全部卖掉 然后连胜文这一年 刚好买810张 不知道 所以这个是很奇怪的嘛 还有呢 金管会到底有没有来解释 另一方面再来看到 我们说呢 2011年1月的时候呢 永丰来发金卫的这个TDR 发行TDR 就是台湾来上市 对不对 3月的时候呢 就是两个月之后呢 连胜文当了永丰的董事 所以大家就说 如果你在当董事之后 是不能够买卖的 你在当董事之前 如果你买了TDR 说实在 也没有什么违法的问题嘛 我还没有当董事嘛 那所以呢 在这里 曾明中就帮他护盘了 他就说 早就不是董事啦 只是大股东 法令上是没有问题啦 讲到这个是没问题 也是没错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 今天这个话题之外 还有最新的发展 今天的约谈的动作 一个要来告诉您的 东京卓伊的毕宾 结果老公啊 他今天被约谈 被搜索 涉嫌韬工1.6亿 在刚刚 兵兵响响的 另一方面还要告诉您 就是在万绍城落网之后 刚刚周玉腾已经投案了 那投案呢 是在今天4点半的时候 到刑大来投案 所以这整个事情 是不是就能够化解 大家对于疑云重重的看法呢 我们来看到 今天的新闻重点 好 您来看到今天的新闻重点当中 首先包括了什么 您可以看到 包括了就是呢 到底在整个的精卫风暴弹 可以说呢 连胜文昨天上火线之后 今天有一连串的发展 我们来抽丝剥茧看看 这个事情 他能不能够抢清楚 而刚刚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又出现了 互相彩装的这个状况 还要告诉您的 在今天 美国开战了联军轰炸 叙利亚境内 IS 会不会引起恐怖分子的大反击 我们的报道 好 我们来看到 今天这个部分 很多人说不要那么紧张 不会第三次世界大战 可是你知道 那个时候 早期 我们得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也是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也是占领了南京 到南京大屠杀之后 也不成为是世界大战 一直到日本去轰炸了 美国的珍珠港之后 美国投入战争 才会变成了所谓的欧战 跟太平洋战争 联合在一起 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要来讲的 当然这个是不一样 你不能够说 回教组织都是支持IS 他们觉得IS也是非常伤脑筋 有点像是我们现在 竹联邦之外的中山联盟 都是一些小弟在那边胡搞瞎搞 所以斩首的这个说法 激怒了美国总统欧巴马 欧巴马盟军在台北时间 今天早上八点半的时候 就直倒了巢穴 已经进行了大轰炸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这个图之前 你先看到ISIS的放话 就是这个伊斯兰国 他放话说下一个目标在哪里 他终极变高级 小心去澳洲的观众朋友 澳洲真的很恐怖 而且我们的外交部在昨天 已经在澳洲设置警示黄灯了 检讨是不是要前往 那为什么在今天发布 你可以看到迅雷不及掩耳 台北的这个时间早上的九点半钟 我们跟美国因为日光节约 反正我们比他们13个小时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少将说 我证实美国跟盟军出动了战机 战斧飞弹对伊斯兰国展开了攻击 你可以看到是海空两路 海空两路我们来看这个地点 这个地点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像以前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我是去过伊拉克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但现在重点不在巴格达这里 我们看到伊拉克是这个地方 叙利亚是这个地方 所以叙利亚是这一块 伊拉克是这一块 那如果我们再看这里 这里就是ISIS 伊斯兰国他们活动的地点 这个橘色的这一块就是 他们占领的范围 然后这里虚线的部分 就是他们常在这边活动 所以他们要来炸这里 那当然也包括了这个 所谓的紫色的部分 就是他们在攻击 他们的militant 他们的战士出来打 他们战士出来打 战士出来打 就是想要攻击地点 那今天来看到就是拉卡 拉卡是在什么地方 如果这条线这样划过来的话 拉卡是在叙利亚的北部 叙利亚北部 今天可以说是兵分多路 你看到拉卡 叙利亚伊斯兰国的大本营 今天是美国联军首度的攻击 第一波是90分钟 那么伊拉克8月攻击到现在 175次的攻击了 那你可以看到 今天我们看说海空两边 在这个海的部分 战斧对地的巡弋飞弹 瞄准了叙利亚20个目标 然后再来看到 F22的猛禽战斗机 造价台币是45亿 45亿 他在这当中的联军 包括美国法国约旦 阿拉伯酋长国 巴林卡达 都在这当中 好我们讲到这点 大家说 这好像是第一次 轰炸叙利亚境内 没不对 这不是长期以来的第一次 我们看到在过去来讲 像是摩苏尔水坝 摩苏尔水坝在哪里 我们对照这个地图 我们没有去过 没有关系 我们看这里 摩苏尔水坝就在伊拉克北部的 这个重要的战略地点 摩苏尔水坝 还有等一下看到 埃尔比 还有就是哈沙底水坝 还有巴格达 首都巴格达 我说巴格达 里面也有IS 真的很恐怖 那你看摩苏尔水坝 他美军空袭96次 爆发战斗 地面战斗是一次 另外我们刚刚讲到 埃尔比的这个地方 美国911之后 首播的空袭地点 也是50磅的炸弹丢下去 再来看到哈迪沙底坝 因为附近就有人需要水 18次 巴达 是8次 那么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说 你现在打了以后 接下来就一定是要地面部队 地面部队动进来 那今天本来说要砍掉一个 法国的人质 到现在好像还没有 他是在点名 他的股市今天受到影响 跌了49.95点 香港股市也是下跌 那么美股 欧股 开盘 都是收黑 大家看到 这当然是会有一个震荡 讲到这个震荡 我们来看看 这段时间以来 他杀了多少的人质 比如说美国记者 库德族战士 美国的记者 还有英国的人质 可是你这个炸弹炸下去 我们说Koran 就是难民 Refugee 你知道有多少 叙利亚人要逃离现场 这真的是太可怜了 我们就来看到 这个现场最新的画面 好 您可以看到的 就是美国方面CNN最新的画面 对叙利亚展开空袭 美国对ISIS势力 来强射射飞弹 那这是第一波战役 针对叙利亚内部 20个ISIS伊斯兰国 据点所进行的攻击 可是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我是一个第三者 我是外国人 我是中国华人 台湾人 我就觉得说 你这样打刚好 你这样打下去 你美国境内 包括了很多地方 要小心 人家会不会来个恐怖攻击 现在实在是不知道 我说这事 国际当中开战了 我们台湾今天也开战了 开战的是什么 开战的就在昨天 发生了求爱复合不成 结果竟然把人家砍了这么多刀 当街砍了这么多刀 今天也看到了开战的这个地步 你可以看到死者的妈妈就说 你砍我女儿这么多刀 你自己用刀背砍 你是怎样 你自己想死就死 怎么会这样子呢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 台大宅男杀女友 刀背自残 今天最新的发展 就是在医院当中 昨天进行了在医院里面的开训问庭 据说他当时要求爱 然后拍个照片 女生把他打碎了 他就说一讲拍碎我的心 我真的要讲说 要是我男朋友拍我 我也会打 你干嘛留下证据 我不一定嫁给你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就是性爱引带 怎么可以拍嘛 但是你可以看到 分手之后呢 他说女方拒绝联络 埋下杀机 他就去超市买刀 所以这就是一个 等于预谋性的 所以他的罪是比较重 但是办案人员说 他自杀可能用的是刀背 总之他下午出院 出院之后 送到了深山分局征讯 结束之后就要移送北检 今天可能会被收押 可是我们来看看他的部分 他呢家里是住在民生东路 因为本身条件非常好 第一志愿上高中 第一志愿上大学 可是他爸爸不知道 是生气还是怎么样 虽然家境很好 我不花钱帮你选律师 我直接申请免费律师 而被申请免费律师的 那个律师据说 我可不可以不要接啊 但是他应该是要接 他没有办法拒绝 只是可以感觉到 家人对他非常失望 再讲到这个 我们来看看 那这个女孩子呢 这个女孩子 其实他的做法 完全没有错 他们在网路上认识了 你跟我交往 然后我想跟你分手 你跟我说 我们再去玩 再去能不能挽回 他也是试着挽回 本来也要嫁给他的 没想到还是不合 他觉得他的 个性比较暴躁 就发生这个事情 今天最新的发展 女生的遗体送往二宾 而且解剖来香艳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当中 就是因为这个相机的 一拍手一手拍掉的 这个照片者杀鸡吗 或者是他用裸照来威胁 惹杀鸡吗 但不论如何 我们来看看 这个亮亮老师的妈妈 她说你把别人辛苦 养大的女儿杀死 你自己为什么 你自己为什么杀不下去 你看看 北杰杀人案阵节 四十二十四伤 他呢 敢杀别人 自己不敢自杀 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就来看看 今天的张燕文 张燕文这么斯文 我们真的觉得说 很心痛啊 我们就讲说 真的我们的教育里面 都没有教我们怎么谈恋爱 像我是读女校的 我爸爸都说 女孩子上了大学 就会花心了 因为完全看不认识男生 看到第一个男的 就要嫁给人家 我爸爸以前是这样 讲我们女校的 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要 大家尽量的多了解 而且呢 分手路更宽嘛 离开心更宽 不要这样子 你看看这么可爱的 亮亮老师 才二十二岁 就不幸死亡 今天妈妈到现场 来厌尸解剖 真的觉得死亡之后 还留不了全尸 很伤心 看到弟弟犯下滔天大罪 情杀案凶手张燕文的哥哥 既难过又自责 忍不住痛哭失声 他怎么样都想不到 长相斯文的张燕文 竟然会由爱生恨 痛下杀手 而且还疑似是 预谋犯案 张燕文在杀害女友之前 就是先来到这家超市 购买凶刀 而事发之后 由于案件敏感 店家也赶紧将 同款类型的刀具 全面下架 蓝色塑胶握把 打动的刀身 就是张燕文 用来犯案的同款刀具 二十二日清晨六点 他带着事先买好的刀子 从民生东路的自宅 一路走到 邻近女老师的租屋处 到了早上七点 女老师下楼准备上班 两人随即发生口角 之后一路来到 西松国小后门 张燕文要求复合不成 便拿出预藏的凶刀 朝临线女老师砍去 之后自残 手段相当凶狠 日本回来之后 他就非常清楚知道 他应该离开他 他不是一个很好的男生 强暴配真 那事实上 在那个过程当中 旁边 他已经有准备好 捆绑的东西了 所以这个时候 配真很惊慌 这次他有逃离了 可是他好像有给他拍裸照 是成功的 林欣妮老师 因为遭到张燕文暴力对待 让他心生畏惧 决定分手 没想到最后 却成为恐怖情人的 刀下亡魂 记者综合报道 而在今天看到 也是要开战的 就是连胜文 连胜文昨天亲上火线 来说明有关于 精卫的这个部分 结果一次讲完之后 并没有一次解决 就像是柯文哲的MG149 讲背包也讲不清楚 但是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看 昨天第一次面对网友 其实是有所准备 我顿时好像也看到 我们的年代晚报一样 因为连胜文也拿起了手板 而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亲上火线 他到底回答了什么 我们跟大家来大还原 这就是在这个现场 他针对大家的疑问 手拿手板来解释 解释什么呢 第一个问题 你精卫TDR捞了一票 又坑杀股民是这样子吗 他回答说 我不在台湾 就不会或参加上市的会议 精卫800多张股票 一张都没有卖 结果网友立刻就隔空讲说 有一个人 只有800张金位股东的人 就是民国100年三个 101年两个 102年一个 103年一个 那讲到800多张的话 到底是谁呢 这两年股权登记 只有800张到1000张的 只有一个人 是不是就是您连胜文呢 那你到底有没有卖呢 这就是一个美高的地方 第二个就问他说 那你有没有所谓的 像这个S7的这个执照 合法执照可以操作基金的 他说呢 他其实进Morgan Stanley的时候 他没有操盘不用执照 而且他负责的是并购投资案 在Morgan Stanley 我负责承销并购跟财务 我没有执照 而且公司没有叫我考执照 如果他叫我考执照 我就去考 表示他没有 那这个Coco姐就隔空说 你没有执照啊 你怎么说你是专家 其实我觉得 有的金融专家不一样 你要去操盘是需要执照 你不需要操盘 说实在人家如果觉得 你本事不错也是不错 可是就是少了一个证书 你就是少了一个所谓的证明 说你到底到什么level 少了一个证照而已 那再来问说 台北的资产证券化的问题 就是我们昨天讲 台北控股公司的问题 他就回答说 肖万长有提出 公共建设证券化 民进党也提出 高速公路证券化 为什么这个概念 到我这就不能用呢 可是有人就说 高速公路证券化 卖高速公路跟卖台北市 那个敏感度也是不一樣 还有一个人就说 公布财产来源 跟竞选经费如何 他就说 他就嗆柯文哲 他说 我一共持有800张的金位股票 如果我个人跟太太 蔡一山名下 有卖出任何一股 我就退选 回到我们刚刚讲 但是Evenstar 他的基金算不算卖 是不是他 这就是一个问题 反之如果对手柯文哲 MG149账户 被发现有任何瑕疵 柯也应该退选 这对炮打得很不错 但是柯文哲没有随他起舞 可是大家问到说 创业难处在哪里 他说管理公司的钱自己出 2010年全部都赔光 他也很老实 第一年他当悠悠卡 没有拿薪水很困难 房租很高 不知道公司下个月还在不在 压力非常大 所以周一扣就警咬他 说五年把私募基金 2.1亿台币赔光 你投资高手一夜破功 但不会如何 诚实是最好的策略 不管是怎么样 我们来看到 连胜文讲了这个内容之后 但是虽然说 他还是操盘 有这么一个困境 2005年成立 700万美元基金的 EVENSTAR 2012年大家看好他 增为1.2亿美元 暴增18倍 所以他也实在 有点大家说 也很奇怪 他如果说他赔钱 也很多人拿钱 给操盘 大家就说我就是看你 我就是看你浮相浮相 我是这样讲 大家就说我就投给你 还是我看你的Bug很强 但是我们今天还要来告诉大家的 就是说 连胜文说我一股都没卖 可是某一家电视台 就说有一个 金卫的无姓代理人说 连胜文已经卖了 卖了以后呢 当然今天很紧张啊 金卫啊 在今天傍晚最新的声明 就说没有没有 我们从来没有接受媒体的访问 来看一下 有所凭证啊 这就是金卫今天的这个新闻稿 可是这个新闻稿当中呢 它的重点是在于说 我没有对任何人股票 做过评论 我没有做过评论 是不是等于连胜文没有卖 这是两回事哦 而且他说 本公司的高阶主管 还有网站 也从来没有对 个别投资人的股票进出买卖 做出任何的评论 总之他说 我都没有评论 而且我一切的消息 都是公司的重大的事情 就是用重大讯息方法来公布 换句话讲呢 一方面打脸说 你媒体说 无信的这个所谓的代理人 是错的 但另一方面也撇清了 他说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卖啊 我绝对不会做任何评论 我们就来看到 连胜文 他整个昨天 应答的重点 手上道具 换个不停 台北市长参选人 连胜文 周一晚间 在网路上参加 湘米论坛 积极成心 炒作金卫TDR 我们大概800多股 那请问一下 您手上还是有 我们一股都没有 所以我想我们就来对赌 我如果卖了一股金卫 我退选 我的名下 我的名下 还有我太太名下 我退选 有金融常识的人都知道 你替一家公司站台的时候 你绝对不能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名嘴可不领情 说连家是永丰金的大股东 而金卫TDR的成销商 就是永丰证券 本来就该利益回避 再加上金卫在台湾贷款30亿 似乎就是透过 政商关系良好的 连胜文帮助 而现在股价已经腰斩 30亿不是个小钱 为什么这个银行愿意 把这30亿 在没有MOU的情况下去出去 也就是说香港的监理机制 因为它是香港股票 来台湾挂牌 理论上香港的监理机制 是要顺便监理这31去哪里 台北市场选战 把金卫TDR闹得沸沸扬扬 甚至一度传出 连胜文已经出清金卫股份 让金卫医疗赶紧发出声明稿 公司高级主管 不曾评论投资人的股票 进出买卖 报道信息来源不明 公司不做评论 虽然一再澄清 讯息总是不够完整 看来连胜文的金融风波 还会持续好一阵子 记者综合报道 而在今天客问 客问哲跟连胜文看起来 都在做追星族 也就是说他们开始 在挖对方的这个墙角 今天的客问哲的部分 他找来算是轻送的艺人 这个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 客问哲颁一个妇女顾问证书 给谁呢 给池秋美 池秋美是挺送的艺人 很多我们同事说 他是像 我说他很晃的 他唱歌很好听的 好然后我看 我不知道他怎么唱 幽间炊燕神奇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首歌 我记得他唱歌很好听 国民党呢表现令人失望 他认为客问哲是清白 唯一的缺点就是讲话太直 连胜文都是在国外领美金 干脆去选州长 他说宋楚瑜 还没有走出丧气之痛 未来会牵线 希望能够表态支持客问哲 客问哲动作这么大 其实像之前 鸡排妹 郭子乾都是挺他 可是不要忘记 连胜文 他的艺人朋友也不少 红豆石斧帮 对不对 你看到呢 任贤奇也是 还有呢 小S差一三 玉方贾永杰的这个手帕胶 贾静文也是一样 那甚至呢 在这当中像是你看 连蔡到北京祝贺刘嘉玲啊 香港的大明星也都挺连 再像纳英跟王菲 所以感觉起来 好像大家是星星大战 不过讲到星星大战 我们要看到 今天有人跑到 连胜文的这个竞选办公室 去踢馆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我们讲到 王毅凯 王毅凯他今天就讲 其实不是新的新闻 很多人会说 为什么连胜文的基金会 是金卫的大股东 你看到他这个文章是这样想 他就说呢 连胜文的基金会 EvenStar 持有6.84的金卫股票 他其实要不他讲错 要不然就是报纸写错 为什么这样讲 这个EvenStar不是基金会 这个EvenStar是基金 就是在香港跟人家 合伙成立的这个操作基金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同我们刚刚讲的 没错 EvenStar 他持有6.84%的金卫的股票 但是连胜文个人 持有810张 这810张是多少% 我们就不知道了 总之王毅凯今天就跑去踢馆 318学营人士王毅凯 来到连胜文服务出钱抗议 王毅凯认为 连胜文在PTT上 回答乡品问题 根本是技术性的回避问题 你三年没业 那3000万的收入拿来的 结果他只回答什么 他只回答了 他没有卖股票 然后对于利益回避 以及有没有 怎么样增加收入的部分 大家回去看那个 就忽略掉 他最后还强调 我就是 如果我卖一股的话 我就退选 王毅凯强调 连胜文担任 悠悠卡公司董事长时 就利用海外私募基金 进行投资 因此连胜文应该公布 持有金卫TDR的所有账户 连胜文他的财产 大部分是在哪里 大部分是在海外的 这个私募基金会里面 你所有的持股 你的当选跟落选 都可能造成 所有台北市的股民 很大的损失 或很大的波动 请你要公开你所有持股 请你的期金会 也要公开所有持股 持有金卫TDR问题 连胜文阵营 一时半刻也说不清 王毅凯则是扬言 如果连胜文 不公开持股资料 他天天都会到场抗议 记者从好报道 好我们要看到 桌放之间 桌放之间是什么呢 桌当然要桌 所谓的杀警分子 放是什么 不应该放水 为什么讲放水 最近大家很多人说 要到日本去玩 都订不到机票 因为日币贬值 那日币贬值到历史新高以后 我们就说贬值下来 很多人就赶快去日本玩 所以现在机票都订满了 那因为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想到 每次都这样子 日币贬值的时候 日本的商品在台湾 到底有没有降价 每次都没有 你看看日元狂贬 日货不降 怎么可以这样 经济部是不是放水 为什么这样子讲 你看看 这个日币 从9月19号 9月22号到9月23号 兑换这个美元的部分 从109.46到109到108号 你可以看到 7月来贬值的幅度 可以说是超过了7% 那超过了7%之后 日系的商品 都装傻吗 都装效尾 UNIQLO都没有降 化妆品SK2高斯 它都没有降 它说我提高周年庆满额里 我比日本便宜 我不考虑降 汽车进口的汽车促销 零利率也是小N小会不降 然后像是电器 Sharp 大金 日利 新核 全部都不降 他们的理由更有趣 他说我是用美元计价的 所以我不调整 不管你是用美元计价 还是什么的 你这个日币贬值 总是你会有得到一些利多 总是要回馈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政府 新任的经济部长 杜子军说 我会随时注意 我来沟通 但是不一定用咖啡会 希望一定要反映 人家以前别的经济部长 我记得 严庆章被骂到臭头 还请人家喝咖啡 你一个咖啡都不请 这样子谁会理你呢 经济部官员说 价格是市场决定 暂时没有约束业者的这个打算 而是你看萧继会怎么讲 贬值幅度高 应该要现金降价 业者不要找理由啦 经济部不逼降价 就是土利业者 我觉得也是 真的有人就说 是不是业者赚得不够吧 然后 这是写什么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只有一个差 他为什么多一个字 我不知道那什么意思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 今天还有 桌是什么 桌谁啊 桌这个人 桌这个人就是周玉腾 周玉腾四点半钟投案了 可是我们在临线之前 我们有一件事情 一定要帮我们的警政署长 王卓军先生 郑重的澄清 因为呢 大家都在传说 他的儿子啊 在ATD4Found的一楼当中 有开一个潮牌店嘛 他就说 其实他们进去 他们进去开了 好几个月以后 Spark那些店才进铸 跟他没有关系 所以呢 不要说因为他的数很大 大家都Focus在他身上 事实上是 而且他的儿子那个时候呢 9月份的时候 也不在台北市 所以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关联 大家不要再以而传而了 报告署长 我讲完了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现在抓的这位周玉腾 我们请记者连线报道 好的主播说观众 新一区夜店杀警案主贤之一周玉腾 在今天下午 他是主动出面投案 根据了解呢 今天呢 他最主要是先到这个律师事务所 跟律师详谈之后 于是呢 律师就打电话给台北市刑大 要求警方呢 前来这边 将他逮捕归案 那于是呢 警方是将他直接带往台北市刑大座 征讯当中 那根据了解 这个周玉腾表示说 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 他是逃往了东部山区 找寻一处废弃的铁皮屋躲藏 那最主要呢 就是因为当时事发当时 其他的共犯呢 其实是一哄而散的 不过呢 他却忘了带家里的钥匙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回到他五星街的住处 于是呢 他就一路逃向东部了 那接着下来呢 其实也是因为说呢 这个他的妈妈哦 因为亲情劝说 他投案 再加上这个四海邦呢 有策动他出面说明 那最主要呢 就是因为四海邦这一次哦 也是承受了警方不小的压力 也因此呢 他才会答应呢 这个帮派这边 还有他的妈妈来出面投案 那根据了解哦 接着下来呢 因为这个台北市刑大座 初步的询问之后 在今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呢 会再送回这个信义分局 再来做进一步的征讯跟厘清 那如果有任何最新的情况 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掌握 主播 好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部分 那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来告诉您的 就是其实在战火打开的时候 除了在台北市 我们看到连胜文的这个经卫案 不要忘记哦 昨天有人收到了船票 这个人就是菊姐 也就是呢 高雄市市长陈菊 不止他 一共是四个人收到了船票 最主要呢 就是要在这个进行出庭啊 出庭来讲的就是气暴的这个部分 而且这是在选前67天说要传陈菊啊 有人就说有没有阴谋论 我是说传了以后 他如果真的失职的话 他会影响到他的高雄市长的选拟 这是我的问题啦 礼拜四拜写的时候 9月25号他就要传花吗 四个官员 你看这是他昨天收到的这个文啊 陈菊 9月22号收到 收到心里当然是觉得怪怪的 可是呢 他说他会去面对 他叹啦 内心坦荡啦 一生面对所有司法政治打压 一次一次 相信人民会还我们公道啦 这里面除了他之外 还有副市长刘诗芳 还有环局长陈金德 以及劳工局长钟孔赵 但是我们来看到 大家就说这里面到底是 国民党的策略 还是真的就是司法 就是应该照办 你第一个可能的发展 就是国民党指控 他涉及刑法130条 所谓的废尺植物酿成灾害罪 他最终的话 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这个罪并不轻哦 那所以这里面就要来看看 气暴的SOP有没有问题 已经从他字案变真字案 传唤的结果再看看疑点 到底可不可能选前诉传 是不是有政治办案 就是大家关心的 那第二个呢 当然今天蓝绿都说话 而且绿营反弹非常大 他就说你现在监察院 送工程会也是一个方法 公务人员惩戒法第二条 你也是有废尺职务或失职 可是我的问题就是说 你这些选弄了半天 到底有什么 我就可能送弹合 送弹合又怎样 我还是可以选市长 没英雄 那所以呢绿营就说 你这样子根本选择性办案 蓝营就反击说 你不要心虚哦 你不要干扰司法哦 该办就办哦 可是今天就有人提出一点 我觉得也是就是故意倒打一把 可是也有一些想法就是说 如果现在真的是说 有失职的话 待乎职守的话 民进党就说了 2001年的纳利风灾 2004年的爱丽风灾 2009年的巴巴风灾 为什么都没有传唤呢 这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那2010年的凡纳比风灾 这个里面呢就有黄昭顺空 选前16天传 大家就说这个事情 大家也觉得非常的奇怪 不过呢经济部啊 中游有没有责任 你现在说传陈菊对不对 今天不要负责 陈菊要不要负责 国民党的说法就是说 你不要讲说 这个是选择性办案啦 大家就是要相信司法 司法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可是在选前67天的时候 这个对陈菊的动作 大家说有没有公平 如果公平以后 大家都传唤 也是OK嘛 但是大家要问的是什么 大家来对照的 民进党提出来的 我们也有个问号 2009年的巴巴风灾 这个救灾 有没有消极 或者小林村的事情 你就算不要约到马总统 你要不要约到谁呢 当时是678人死亡 这次的气爆是32人死亡 我们看看陈菊怎么说 失华政治各方面的打压 一次又一次 不过我相信人民会还给我们公道 民进党团也去案 已经申告 但是吴乌总统怎么没有变成被告人呢 他当时也是担任我们高雄市的市长 人民生死的紧尿关头 你在做按摩 不是不能按摩 但是紧尿关头 你不能做按摩 紧尿关头 你应该到现场赶快指挥 调度 观众就回来 我们要来看到的 搞什么啊 这是蛮口语的 搞什么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我们的食安不是才要修法吗 礼拜四要修法 结果修法以后不遂做既往 罚不到卫权跟墙冠 有没有搞错啊 还有要看到的搞什么啊 我们的高铁变成全坑啦 你这个BOT破功之外 人家这个所谓五大原始股东 我不再出钱 我也不退股 我还可以操控董事会 告诉我们这件事 再来看到的 金卫 它是贷款了30亿 可是这个30亿 到底有没有压保 有没有所谓的人家做保证人啊 有没有人做保证的东西啊 我们有内幕要为您报道 以及吵了半天 到底台中的警方 是不是去得罪了这个宾室女啊 我觉得很多事情还是要讲清楚 今天我弄清楚了 宾室女 其实你讲的 有没有道理呢 广告就回来 我们要来看到今天的新闻 跟这个谁有什么关系 她谁啊 很美对不对 她谁我们不知道 再来看看今天的新闻 跟一斤40块的小黄瓜 有什么关系 欢迎回到年代晚报的现场 在今天晚报写的就是说 有关于食安的这个部分 争议惩处下个礼拜来处理 这是立委追问江奎表态 但是呢 今天好像在跳针 一个是说什么 一个就是 我不下台 但是我不恋战 另外一个就说 我不下台 我不下台 我不恋战 我不恋战 那到底怎样 你不恋战 你就下台给我们看 但是我们要看到 其实我们的这个江院长 有事情要伤脑筋了 因为在立法院当中 昨天就临时被爆出来以后 就喊咖 喊咖以后什么时候 大陆的工作船要来呢 现在说时间未定 可是年代晚报 为什么要提出来 我们就觉得说 不要做那种 偷鸡摸狗的事 开大门走大陆 大开大河 段一康常常讲说 不要脸的脏东西 我觉得他讲这个话 有点over 可是我真是觉得说 我们这个当官的 就是要罩子放亮一点 不要那样子 夜路走多了会遇到鬼 我们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怎么可以这样子搞呢 台版的木马图城 中国船要登台 9月27号东台 现在喊咖的内幕 为什么是这样讲 因为我们要发展 这个东 我们的西岸的电力发展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 要叫做华电1001号 启动平台 因为我们的台船来不及 所以就要找中国船只 这就是一个重点 那这里面有他 还有海港36号拖船 这是中国级 你可以看到 原定9月22号 礼拜一帝达台中港 因为凤凰台风来袭 延至9月27号 现在应该是 无限期的延后了 因为就是陆委会主委 王玉琪说 中国工作船来台 有国安问题 建议再征询相关单位 可是这个部分 经济部也不耕气 然后呢 就是航管局动作非常快 他说确保国安无遇之后 中国船才能来台了 目前来台时间未定 可是最早的时候 不是这样 放水 公文一天火速批准 9月16号下午 航管局跨部会联合审查会 6点钟决议 准许中国工作船来 然后是引清兵入关 你放行39名专业人士 移民署8月27号就核准了 9月17号已经有9个人来了 那我们要讲的是 这整个事情 你都阿伯阿伯 就是说你根本还没有一撇 怎么会有第二撇呢 你根本没有让他进来 你怎么人就可以进来 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我们再来看到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可以看到 2013年8月成立一个新公司 是台船在40% 永船占60% 台湾离岸封场公司 结果呢 一年之后告诉我们说 不好意思 我找大陆工作船来了 那这里面呢 台船副总就讲 三月才跟永船签约 来不及自行制造 占助用中国船来因应 那么经济部长杜子军说 这个一定要中国船 没有中国船是不行的 可是管碧琳就说 新加坡现在就有一艘 符合的工作船 所以现在是怎样 到底可不可以 不可以我一定要现在搞吗 我一定要这样子吗 会有什么问题 连国防部长严明都说了 中国郭正船不能够在内水施工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他会有水文的问题 李翔寿是军方出身的 他担任国安局长 他讲这个话 还讲的针对针对针赞 他说你一定要 架上船屋仔细检查 而且你进来之后 我们的流速流向波高周期 我们水的波向水温 全部都让你知道 我这样子真的是大曝光 所以讲到这个 我们要说我们台湾现在 官员的嘴脸是什么 真的 BOT跟尾外 就是他们呢 Salon Pass贴在脸上的 一边贴一个 一边贴一个 为什么 你记不记得电影海角七号 海角七号里面的镇长就说 山野BOT 海野BOT 对不对 现在我们讲BOT是一回事 你BOT要行工啊 你BOT摆烂 结果烂摊子 全民去扛耶 就像我们讲高铁好了 你现在又要涨回到原先降价的幅度 你根本在欺骗我们 私募基金200亿 然后再借200亿 我们就讲这个BOT之外还有尾外 所谓的外是什么 外就是中啊 所谓的尾中啊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 你车也有大陆的 你船也有大陆的 全部都尾外吗 刚刚讲到这个所谓的船只的喊咖 再来看看 真的就有民意代表说了 那你政府要不要尾外 我觉得这也不赖啊 如果你什么都可以尾外 我们这些政府换一个人来做嘛 换一个所谓的case来做 做不好我们就随时把你换掉嘛 而且尤其是工作船的部分 我们一定要讲 福茂协议还没有过 你就先跑 实在受到受陷了 刚才你有看到吗 我是觉得说 为什么我想问 航港局啊 9月16号 一天之内迅速跑完所有的公文 所有跨部会的审查 有可能呢 而且呢 我们在看到 他早在8月26号 就已经告知说 哦张宾外海 9月份开始就有大陆的这个船会来了 你怎么知道一定会过呢 内政部的移民署呢 也在8月21号 就同意了39名中国操作人员的入境许可 所以我们要讲的一切 你不是讲制度吗 马总统不是讲法律 讲制度吗 你这个根本没有过 根本没有final 你怎么可以让人进来呢 我们要问的 这不是政策投共 什么是政策投共 今天讲到张显耀的事情 昨天我看到就几八都会 那时候说到网友 结果王玉琪说如果有错我就跟他道歉 即使道歉而已吗 你不是让我们台湾出现了一个好恐怖 大家睡不着 我们的陆委会的高层竟然是共谍 现在又又没事了吗 那我们要讲的是自由时报讲得很好 他说台湾的共谍们 为什么这样讲 自由时报这个社论 我看了以后也是屁屁床 他说真的比共谍还好用吗 为什么 来zooming一点 你看到 张显耀的案子拖了一个多月 到现在没有办法给国人一个交代 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共谍存在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到中国传的 他说就包括了像行政院 交通部航港局 还有内政部的移民署 这些算不算是共谍们呢 我觉得应该也是算 所以张显耀这个案子 年代晚报呼吁 绝对不能够在台风 什么京卫案之下草草了结 我们still remember 我们要呼吁一下 我们的行政院长江院长 老江硬起来吧 日系产品不降价 处理 放水中国船 处理 我们看看 以下的报道就是石安 大家说石安怎么会这样子 怎么会不能追溯既往 然后罚不到像是强冠 像是顶新卫圈都罚不到 请问你这个修法是要做什么的 对不对 谁最不要脸 八大官员比脸后护伤 我们跟大家来看到 先看到今天的立法院当中 立法院的场内就在那边轰来轰去 我说跳针跳针跳针嘛 就是说到底怎么样 陈其迈等咨询三人组 就说不要脸到极限啦 平县府已经陈楚 秋不下台 你下台 我不恋赞 我不下台 我不恋赞 我不下台 好讲了半天 然后十点钟国民党党团 王玉敏跟费洪泰 跟廖国栋就说 你一昧批评行政院 唯唯就照啦 曹启宏 潘孟安 你不用负责 你不用请辞吗 所以现在就是说 大家看到呢 我咬你你咬我 所以我们都没有责任 所以我们民众老百姓最可怜 不是这样嘛 还是要有人负起责任嘛 你看看 义美的总经理高志明啊 他就接受了访问 他就说 马总统做错了 政府要出面 部会要统整 要分场分照 油品税要改 这几个部分 但是都没有做到 为什么 第一个 我们看到 厚脸皮姿 候选人一二三 你看 嘉义外院长拍板成立 可是呢 在整个赵伟 食安小组成立 可是 你并不追溯既往 你不追溯既往 那我想请问 鼎星 强冠 大统 全部都罚不到 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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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看到 候选人之四 马总统 因为他说 解决食安不二法门 就是要管得住 抓得到 罚得中 可是人家 义美老总就告诉你 你是治标不治本啊 你说的 整个人没问题啦 再来看到 厚脸皮的候选人五 就是 No.5 which I think is No.1 邱文达 你看看 他明明知道 人家义美就说 你应该要验脂肪酸 你脂肪酸一验出来 你看看 有没有混的 饱和不好和 马上就知道 马上就看清楚了 你竟然不敢验 你如果验脂肪酸 全部的混油都知道了 你敢不敢 你敢不敢呢 再来看到 陈宝基候选人六 饲料油 没有追踪 再来看到 魏国验 头等舱 这个署长 不叫而杀之 因为你没有告诉大家 废弃的油怎么用 教导的怎么变裂油 没有辅选 辅导回收 所以怎么做呢 再来看到 经济部长杜子军 因为我们进口的关税当中 食品油是20% 饲料油是0% 所以大家就混仓嘛 所以猪吃的 牛吃的 人吃的 全部混在一起 请问你怎么样收税 你怎么样知道 他到底是不是食用油呢 我们来看到 今天在立法院当中 真的是 我不恋战 但是我不下台 你们全部都是gay 到现在不但护航财团 还贪恋官位 你该下台了吧 我跟你说你都是gay 我是强化的就是赢啦 你不要强化 强化也不会证明说 你们的这个执政能力 这样以及相关修法工作 到这段落 改革的责任 都要不起责任 要扣掉我们的时间 我们没有询问院长 这个问任何问题 他一直在那边 讲浪费我们的时间 这个不是恋战 什么叫恋战 这个不是恋战 什么叫恋战 我们看到这个 那我们还要来告诉大家 如果讲到这一点的话 大家就说 到底能不能讲清楚 食安的问题之外 还有我们要顾到 我们的钱包 顾到我们的钱包 就包括了 现在在选战当中 打来打去 就打到了所谓的 这个金管会 也就是连胜文的 金卫TDR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今天真的是烧得非常的大 但是大家说 问题在哪里 我跟大家说 问题在哪里 问题就是在说 到底连胜文 有没有卖掉 这个金卫的股票 为什么他不能卖股票呢 因为他这里面 有曾经爆高爆低过 有人就说 你有没有卖股票 你可以看到 王毅凯说的 就是呢 你有没有坑杀散户 这是他质疑的 他说 请你公开金卫持股 公开对账 你连的基金 EVENSTAR拥有6.84%的 金卫的股票 那你连胜文 个人有810张 到底如何 这是一个部分 然后呢 外传说 连胜文有卖的部分 金卫今天也声明了 说从来没有卖 这样的一个事情 好 那么我们现在 要来跟大家讲 我们要来跟大家讲 这个问题在哪里 有人就说 这个问题就在于说 金卫这个事情 它涉及到贷款 30亿 贷款就是我们 台湾银行的钱 到时候若还不出来 会不会就是我们 纳税人的钱 所以这个30亿的内幕大公开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是路透社 2014年2月19号的新闻 金卫的海外贷款 已经确定了 金额是6亿人民币 9900万美元 合作的银行 媒体写8家 我们查出来有9家 合作金库是2000多万美元 2900多万人民币 赵峰1800万美元 中信1000万美元 张银玉山华南土银 一共是880万美元 阳信台中商银是400万美元 9个银行 一共5个官股银 一共贷30亿的台并 担保品是没有的 担保人是金卫旗下的 五间子公司 他们都是有港资 入资的公司 那我就讲说 可不可以有担保人而已 也可以啊 担保人可能担保 我张亚勤担保 我有公司 那我就是法人代表 也是可以的 可是现在问题就在于说 大家觉得有五大疑点 跟大家讲 你可以看到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就是2014年 今年它的股价 过去曾经高到本来18块 现在变掉5.52 并不是很好的时候 却在2月19号通过了连贷案 通过连贷案之后 2月24号 连胜文宣布参选 然后股价有稍微起来一点 那我们的疑点就是 为什么你这么大的 这个金卫公司 为什么要到台湾来连贷呢 你为什么不跟 大陆的银行连贷呢 还有你早知道 他会变呆账吗 这个是我们有人质疑了 为什么 因为永峰 连胜文后来在永峰 当这个董事 然后永峰呢 帮金卫上市 就是说发行TDR 他自己没有贷款 也是很奇怪 外面就一直在传说 连家是不是永峰的大股东 他是为了避嫌 所以不贷款给他 还是怕以后他还不了钱 不知道 那你可以看到立委林淑芬说 永峰成销金卫的TDR 公司土利董事 那这个到底有没有土利董事呢 金管会主委就说 没有啦 连胜文已经不是永峰金的董事 连家人也不是监事 只是大股东没有问题 讲到这里我真的听不懂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连胜文 他在永峰的持股 2011年是200多张 200多张 这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是 他在2011年3月的时候 他来接任永峰的董事 但是不要忘记 2011年1月24号的时候 金卫的TDR上市 谁帮金卫上市的呢 就是永峰 所以话说回来 他先上市以后 过了大概两个多月 三月的时候 他接董事 换句话说 如果他在一上市 1月24号之后到3月之间 连胜文去买这个金卫的东西 是照理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3月之后 你当了董事 你就要避嫌 你就不行 他一直到今年的6月 才变成不是董事 为什么金管会的主委 曾明中说 他已经不是永峰金董事 好像讲已经不是 这个好像人家6月才不是 不是吗 所以这整个的情形 大家就了解 再来看到林淑芬说 金管会为什么不查 连买康师傅有退欧 买金卫有没有 这是一件事情 但是立委陈其迈也说 连说他没有卖金卫的股票 但是Evenstar有没有卖 年代晚报觉得 如果要质疑的话 真的 那个就是重点 那个重点就在于说 我连胜文跟我太太 一张都没有卖 但是Evenstar有没有 可是话说回来 Evenstar是基金 我只是股东之一 他卖又不是我主导 我有什么办法 所以大家就说 这个事情怎么会扯成这样子 扯选台北市长选成这样 没有什么奇怪 就是一个诚信 你说MGE49 之于柯文哲 有多大吗 也没有很大 就是一个诚信 你有没有进私账 你有没有从中间拿钱 连胜文就是 你有没有在担任 永丰的董事的时候 你去买 这个所谓的 金卫的股票 你就涉及到利益 没有回避 问题就在这里 你有没有特权 你有没有退佣 问题就是在这 所以可能会越讲越清楚 金卫TDR股价折半 再折半 但八家泛公股银行 竟连贷给金卫30亿元 你告诉我金卫 为什么被停牌就好了 他认为他财报 有一些必须做相关的厘经 立委执意 银行之所以愿意提供贷款 恐怕和连胜文脱不了关系 还要求金管会彻查到底 金卫会说不评论连胜文 但立委越追问 却越显得有问题 尤其其中银行连带30亿元 却不知道有什么抵押品 金管会连忙查 说会尽快给答案 我要问八家公股银行的 公司的投资理财 有的可能会赚 有的可能会赔 这个部分我会请金管会 还有我们财政部 要来注意督导 金卫有没有退佣 这部分可以来查 没有问题 别假的时候 银行实务上 会请他增提担保品 金卫TDR究竟有没有问题 主管机文恐怕得好好查一查 记者综合报道 其实我们看到 我们最近 我在看到很多新闻 都是在讲钱的部分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一点 其实大家在学校里面 学学财经的东西是不错 那学学爱情的东西也很重要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看到了像是正洁 像是我们看到这位张同学 台大建宗 然后把女朋友给砍死 你什么算是人生胜利主的 或者你会变成鲁蛇 鲁蛇呢 郑杰他因为觉得都没有人喜欢他 他有报复之心 结果他竟然是砍捷运课 张燕文他竟然是当众 当了学生的面来砍他的前女友 他们两个家庭都是非常好 所有的父母看了都会揪揪心 觉得到底怎么回事 你在那看这里万绍成 万绍成他也是觉得没有爸爸的爱 爸爸的爱被弟弟分走了 再看到易宝宏 易宝宏的妈妈是演员 很难过他说不好意思我单亲啊 我没有教好我的小孩 可是我们来看看我们政府官员的部分 日币跌不降价 时安罚不朔既往 我们的官员给我们的下一代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榜样 尤其我最近在想 我们在十二年国教 政府都是找一些蛋头学者 在那边做真的一样 弄了半天考的大家 像我女儿跟儿子每天晚上读书 去补习班回来还要读 洗完澡还要读 我叫他不要读 他说不行我明天还要考试 这就是Cela V 可是我们有没有教到他们怎么谈恋爱 我真的很怕 如果他们有一天分手了 分手了只会拿刀砍人 怎么办呢 亮亮老师22岁 她是台中教育大学今年毕业 台中教育大学今年失掉了两个学生 一个是她 另外一个是谁呢 就是在这当中 台中教育大学的大医生 她谢女19岁也是情杀被杀 我们再看这块 去年我们有6万对夫妻离婚 每10分钟有一对离婚 10年增加8成世界第三名 我们外遇的家庭占了9% 那我们再看看生育率好了 我们生育率呢 当然又是减少嘛 大家少子化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 12年国教应该要加上爱情学分 您是不是这么认为呢 国教就回来 我们还要来告诉大家的 学校没有教的是 教你怎么A钱 这个不用学 可是我们想知道的 为什么高铁要花这么多钱 为什么我们政府还要贴这个BOT的烂摊子 让我们的下一代还要付这个钱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知道大家都讲说高铁 现在要涨价 重点是它的BOT 已经失败了 绑全名 怎么讲呢 累计亏损521亿 就算经过了减资再增资 去洗洗刷刷以后 你看看实际可以投票的 现在看到五大原始股东 仍然占三层七 超过了官股的二乘二 可是我们的官方怎么讲 你看看这里 张慎和说 高铁不能够让他倒啊 别家啦 高铁不能够让他倒啦 倒了什么都拿不到 所以呢 欠钱的最大 我们要不断的给他钱 不断的给他钱 就不是一个大钱坑吗 广告之后 继续回到现场